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师哥 小师妹 来 山路这么滑 你真的不应该一个人上山的 你想 万一你有过三长两短的话 我怎么跟师父师娘交代 我担心你没有饭吃吗 都怪我不小心 都到了还把你的饭菜掉到山崖下去了 只要你平安无事 你要我十天不吃饭都不要紧 知道吗 记住了 以后不可以为我冒险了 万一你一个不小心掉了山崖的话 那没得说了 我也只能跟着你跳下去了 大师哥 是我自己不小心了 你又何必内疚不安呢 你是我亲爱的小师妹吗 我怎么能不内疚呢 是吧 你想 换作是陆豪儿的话 她掉下去了 我最多呢 就是照顾她娘而已 我啊 是不会为有殉情的 我只会为情 你是说 如果我死了 你也不会愿意活下去了吗 打死我都不活 看看你的脚 怎么样了 让我来看看 有没有好一点啊 好一点点了 不过没有什么大碍了 要真有事的话 我也上不来了呀 我听陆豪儿说 林师弟跟你下山去玩了 是真的吗 你个死路好 这个林师弟也真是的 明明知道你这个师姐贪网 还带你下山 不管她的事 是我自己非要跟着她去的 我想也是 你这姑奶奶的性格一使出来 你真要出去的话 十匹马 九头牛也拉不住你啊 大师哥 我们不要说别人了 答应我 等你面壁结束了 你就带我下山去玩好不好 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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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再犯错误的话 就不止面壁一年这么简单了 师父师娘不知道你上山啊 爹和娘到松山去给左盟主喝瘦了 算了 我虽然把饭菜掉下山崖了 但是我带了好东西来 你看 你慢点 没事 我知道大师哥你呢一向好酒如命 加上最近天气比较寒冷 喝酒运寒是最好不过的了 是吗 今天真是开心啊 有美酒有小时妹陪我 要是每天都可以这样做的话 这个四国牙也算是人间仙境 再多罚我几年我也不怕 大师哥你这么高兴 要不我明天再给你带了不酒来吧 酒固然重要 但最重要的是 有小时妹你陪我吗 可惜啊 快了时光都是很快就过去了 时候不早了 你要再不下山的话 那就麻烦了 我送你回去吧 走 来 慢点 小心哪 怎么这么快下这么大雪啊 怎么办啊 干脆有雪填了再下山吧 那怎么行啊 没关系的 反正天娘又不在 我晚一点回去不会有事的 好吧 走 走 走 小师妹 你还记不记得你七岁那年 我们在后山起了个火堆 后来睡着了 当然记得啊 那一次啊 我们差点把整个后山都给烧了 你还敢说呢 那次啊 我差点被师父打得屁股开花 我还记得应该是你九岁的那年吧 好 我们在山上发现了一只果子梨 我们说好的 要把它捉来吃 结果没捉到 反而被它咬了一口 你还记不记得 走 consegue doch 我知道你很好 可是不可以 不可以 去嘴 小师妹和李徐弟 感情真好 大师哥 你醒了 我帮你加点柴 天都亮了 是啊 大师哥 你怎么了 很没精神的样子 你一夜都没睡啊 我当然累了 你整晚都在说梦话 我怎么睡啊 说梦话 我说什么了 也没什么 不过你整晚都在喊小林子 这三个字 我 我还说什么了 你这个做师姐的 还挺负责任 连晚上做梦 都要督促小林子练剑 不错呀 没偷懒 就说了这些 不然还有什么 当然了 爹和娘都不在 我是师姐 我当然要监督她把剑法练好了 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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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来了 我也不知道 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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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找到你了 昨晚风雪太大 我没有办法下山 我是担心你的脚伤 我今天一大早就没有见到你 所以我到处找你来着 我能有什么事啊 没事吧 大师哥 我没事 没事就好 林师弟啊 你赶紧送小师妹下山吧 外面下风雪 如果小师妹再说风寒的话 那就不好了 是 大师哥 师姐 我们走了 大师哥 那我下山了 记住啊 以后没什么事 别随便上山了 知道吗 知道了 去吧 师姐 我们到下面湖边去玩吧 我不想去 那我到树林里 去给你抓一只小动物 人家小动物活得好好的 你干嘛要去抓它 那我可以 我哪里也不想去 师姐 师姐 这个林师弟见到我 也没和我打招呼 林狐冲啊林狐冲 你想得也太歪了 他们只不过是同门之一而已 瞧你想到哪儿去了 小师妹当然不会一性别恋的 你们说厨房做这么多菜 他们到底累不累啊 当然累了 做什么都不容易啊 师姐又没办法 师姐 我刚烤了一点番薯 吃点吧 我刚刚想哪儿了 做饭啊 师姐 这番薯啊凉了就不好吃了 来 罗豪 这个给你吃 谢谢师妹 我最爱吃番薯了 看他那猴样 真铁 是吗 让我一尝一尝 给我拿一块 你手那么脏 把手拿开 吃那么多了 别抢 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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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门哪 用力 给我帮平 小师妹 剪得不错呀 大家怎么这么有感觉 听得这么好 师师妹 你是不是偷懒了 陆浩 我关你什么事 什么叫不关我事 我是你师兄 只要你说个人话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玩 去哪儿啊 那里是刚刚发现的 师姐 你接着说 那个地方看了极了 你肯定喜欢 师姐 你没不见我吧 不如我们去 那不如 我们现在就去啊 走 兴致 用点心 这大小姐 到底怎么回事 一天一个人 三天大变量 难道我真的让她 这么讨厌吗 如果我不取她 师父又怎么会把她的 紫霞生公 和华山精妙剑法 传授给我 我的大仇 到底何事能报 就好像是画出来的一样 太难了 林秉驰 你要人 一定要人 一定要人 小妍 什么事啊 这珠花哪里来的 小姐送给我的 你 为什么要把我送给你的珠花 送给别人 既然是你送给我的 那我想送给谁 就是我的事了 为什么 你好烦哪 我已经说过了 你还要我说一遍吗 为什么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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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我下来 你放我下来 你的心告诉我 你爱的并不是她 而是我 你放我下来 林秉驰 我告诉你 我只是同情你 我可怜你 你千万不要太子座多情 要不然 我这辈子都不再理你了 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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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醒醒啊 师姐 小师妹 你别怕啊 师哥们都在的 去去去去 这没你事儿 二师兄 师姐的病 到底怎么样啊 没什么大碍 不过是身体着凉 偶感风寒而已 我没事儿 我没事儿 小师妹 偶感风寒可能是小事 可是如果你不好好调理身子的话 一旦外感船内 到时候也是麻烦 是 是啊 师姐 师父师娘现在出院门 你一定要好好保住自己的身子 你别多嘴行不行 瞎操心 小师妹 我给你抓几副药 只要你每天按时服药 顶多十天八天 一定要到病处 十天八天 那 那我岂不出又好久见不到大师哥了 师姐 身体要紧 陆侯 小师妹 陆侯儿在哪儿 你明天去找大师哥 你跟他说我生病了 要他下来看我 反正店鸟也不在 他悄悄地留下来一趟 不会有人知道的 好好好 小师妹 你放心吧 大师哥要是知道你病了 他一定会飞奔下来看你的 你都走吧 你都走吧 我想睡了 好 那好小师妹 我们走了 你好好休息 小师妹 好好休息 二师兄 我来我来 好 走了 走了 快点 摩擦什么呢 关门 月灵山 你一定是喜欢我的 我 如果我跟你的障碍是灵狐冲的话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他彻彻底底地从你的世界里消失 一定 大师兄啊 大师兄 大师兄 大师兄和大师兄 你拦着我干什么 陆师兄 我希望你不要告诉大师兄师姐生命的事 更不要让大师兄下死过养 为什么 你呀 就是对小师妹有非分之想 生怕他们见面是不是 呸 没门 小师妹和大师兄 那是多少年的感情了 是你一个外人就能随便介入的吗 陆师兄啊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想象的那么卑鄙 如果我真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那我就不来这里了 只要我告诉师父 大师兄在他离开之间 私下死过养 那按照门规该怎么处理 师父一定会把他逐出师妹的 那到时候 他跟师姐 就再也没有可能了 如果你不去告诉师父 没人会告诉他 天下没有不投风的枪 这华山那么多弟子 又不是只有我一张座 你就那么确定 别人不会去说吧 好 如果你那么确定的话 我也不会拦你 你尽管去好了 对呀 哎呀 去看小师妹师兄 被逐出师门的可是大师 哎呀 怎么办哪 怎么办哪 我编个理由 我编个理由 你说什么 小师妹病了 没 没什么大碍的 二师兄已经给他开过药了 真的 真 真的 你干嘛说话吞吞吐吐的 是吧 莫菲小师妹真的病得很重 不行 我去看看 大师哥 大师哥 什么师哥 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 你说呀 我说 其实 小师妹她没病 她在装病 装病 是这样 师父师娘 不是都去松山了吗 小师妹就说 要我把你片下山 跟她一起去玩 刚开始 我本来也想 顺着她的意思的 可是 后来我又一想 万一这事儿让师父知道了 那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吓我一大跳 你说 小师妹也真是的 想要我陪她玩 等我没完毕之后 回去也可以陪她玩了 非得要现在吗 你想啊 如果我下山之后 被师父发现了 那我岂不完蛋了 大师哥 那你不下去了 我就不下去了 那小师妹她要怨我怎么办 好 这样吧 你回去跟她说 先让她养病 暂时不要过来了 等我面比完之后 再陪她玩 嗯 这个小师妹啊 真是太贪玩了 小姐 喝药了 大师哥来了我才好 小姐 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别罗嗦了 男人喝药还要看人的 你不要命了 不管你的事 你出去 喝药了 你走啊 你没有听见我说了 你出去吗你 要我走可以 先把药喝了 我要等到大师哥来了 我才喝 你大师哥不会来 因为如果他来的话 就会被逐出师门 我才不信 大师哥知道我生病了 就是让他死 他也会来看我的 你很希望他死吗 你放心 他不会死 不过你再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话 会有一个人死 那就是我 你胡说什么 喝吗 不喝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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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nileri 你这是何苦呢 这叫苦吗 这叫痛吗 毕竟你嫁住在我身上的痛苦而言 这点算得了是吗 我从小跟大师哥一起长大 我们早就说好了 这辈子我们两个人要在一起呢 你给我听清楚 感情和时间是没有关系的 你干吗要这么折磨我 不是我在折磨你 是你自己在折磨你自己 一直在自己欺人 一直 你骗人 我不喜欢你 我喜欢的人是大师哥 我一直都没有喜欢过你 你不喜欢我 但是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我会每天在这里盯着你 把药喝完 等有一天你病好了 我向你保证 即使我跟你在同一屋檐下 也绝对见不到我 不要告诉我 你受不动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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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掌门长途跋涉 来到嵩山为我左某祝寿 左某是寿主若惊啊 在此今以水酒一杯 厚谢各位的龙情 左盟主太客气了 贫你以茶代酒 恭祝您福寿双全 嗯 请 今日除了左盟主的大寿之外 各位掌门难得齐聚一堂 真是喜上加喜啊 只可惜衡山的莫大先生没有来 真是美中不足啊 莫大先生已派人送来了贺礼 只是本人没有亲自出席罢了 莫非他还为了当日他师弟刘正锋被灭门之事 仍然耿耿于怀吗 莫大先生那一派掌门 胸襟广阔 又怎会黑白不分呢 如今魔教势离日盛 为害江湖 我五岳剑派虽然已经结盟 只是各居一方 四锦十松啊 万一魔教大举来犯 恐远水是救不了近火的 左盟主的确深谋远虑 十年前人我行差点就要大举进犯我五岳剑派 好在东方不败夺位 这才使得我五岳剑派得以休养生息 但十年虽过贫道认为 在座各派依然不能和魔教对抗 这确实要费先脑筋才是啊 以左某之剑除非和五剑派之力 才能将魔教一一歼歼灭 这里左某有个建议 大家考虑一下 咱们将五岳剑派的联盟更进一步 结成五岳派 这样可以跟少林武当成三而立 在江湖中更有威望 五派合并谈何容易 就算五派合并唯一 但泰山恒山华山恒山松山 这东西南北中五岳 却是并不到一块的 那么五派弟子归属又成问题 若是分散五岳 那么情形与现今无异 何必要并 若是集中在一处 那么至少要牵扯到四派基业的迁移 那更是一件极难的事情 天门师兄说得极是 若我五派要合并的话 就必须找一位德才兼备 武功卓越的人来担当这个掌握人 这着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环顾我们五岳剑派 目前尚未有此等人选吧 更何况我五岳剑派各有渊源 信仰跟习俗也各不相同 如果勉强合并的话 恐怕后果会适得其反 定义师太果然高见 既然各位对这件事情 有所保留的话 不如就将它暂时押后 日后再从长计议 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啊 那刚才那 只是左某的一个提议 来来来 大家再干了这杯 请 岂有此理 天门这个老家伙 简直不是抬举 也不算 刚才我少家试探 了解了他们每个人的想法 以后自有法子对付他们 对了师兄 这次寿宴只有南越恒山派 礼道人不到 是不是莫大先生 洞悉了我们的图谋 啊 我看未必 莫大这个人 向来孤僻 一向独来独啊 这个穷酸 不足为患 倒是岳不群 身藏不露 日后 还是要多加防范啊 哼 岳不群这个伪君子 满口仁义道德 说得冠冕堂皇 难道他不想染指 合并之后的掌门之威吗 哼 笑话 我左冷禅是什么人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若是五岳剑派中 还有人剑法武功在我之上 我又怎么会提出五岳并派 又怎么会做替人挖警 为人做假衣那样的蠢事 我早就想好怎么对付他了 师兄 你到底想到什么办法了 找一个人 找到这个人之后 岳不群就大祸临头了 华山派不足为患 华山剑法 以气为主 以剑为府 重器不重力 重义不重行 根基打牢的话 他日功力加深之后 才能发挥这事半功倍的效果 才能发挥这事半功倍的效果 小师妹 二师兄 好多了 好多了吧 嗯 天天在屋子里面待着 真是太闷了 就想出来透透气 过来看看实现门面剑 嗯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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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医 每天勤语苦练 至于山上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嗯 那就好 这些寿陶是左盟主送的 德诺 师娘 你把这些分给各位师兄弟吧 是 谢谢娘 谢谢师娘 师妹啊 这一路舟车劳顿你也该累了 咱们回房歇息吧 我要挑个最大的 这个最大 去 就你看吃 每人一个我来分 这个给你 拿着 师妹 这 这个最小 给你一个 给我换一个 给你 师妹 谢谢师妹 你给我换一个 这个是最小的 别吵 你看看 谢谢师妹 你看这儿 这个给你 谢谢师妹 不要看好 这个是大便 便宜我来 对 拿去吧 给你 都给你 吃死你算了 小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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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在这儿 其实 你根本就没有必要躲着我 就算 就算我们不能在一起 我们也可以做很好的师姐弟啊 可你总是这么躲着我 你以为你能躲多久 能躲我一辈子吗 就算你真的这么想 那你爹娘的大仇呢 你也不打算办了吗 好 既然你决意不再见我 那我也不再勉强你 只是 我答应过你 要帮你练好武功 我现在 就将孕女十九十耍给你看 我说过 此套剑法 主旨在于变幻奇妙 跟本派 以弃欲剑的法门 有所不同 女弟子的体力比较弱 如果碰到强敌的时候 可以凭此剑法 以巧胜拙 小林子 你的内力比较差 你好好地研究一下这门功夫吧 对你一定会有帮助的 看好了 你不必须 我看你 我用那一段时间 你不得了 对你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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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善儿 娘 女儿的这一套玉女剑十九式 练得怎么样 总算没有偷懒 练得很纯属 娘 那我练得这么好 有什么奖励吗 奖励 嗯 你曾经三番四次的想让娘把这碧水剑送给你 娘都没有答应 今天娘就把它送给你 谢谢娘 奖励 这可是我们华山派罕见的宝剑之一啊 你可要好好保存 知道吗 嗯 女儿知道了 嗯 爹 这小林子 既我们华山也有些日子了 我看她图纳的功夫练得还真的挺不错的 你看她是不是 你想说什么 嗯 我觉得爹已经可以交在华山剑坊了 等她学好以后 一来呢 她可以跟师兄弟们互相练剑 互相进步 二来 她可以早日给她的爹娘报仇啊 行了 爹自有分寸 爹 是啊 师兄 平之的土纳功夫确实已经练得不错了 是啊 好吧 这几天开始我就传授她华山剑法 谢谢爹 我这是交平之日 你谢什么呀 我 我 我是她师姐嘛 你瞧瞧 她这师姐当得有多认真哪 我练剑去了 大师哥 小师妹 小师妹 大师哥 你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又是鹿猴儿给我送饭来了呢 嗯 我生病了 让你来看我你都不来 还指望让我给你送饭呢 嗯 其实我是想去看你的 可是我怕被师父发现 哦 原来门规比我重了 别这样嘛 算了 不说这些了 我今天来啊 是有件开心的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啊 你看 碧水剑 这是师娘那把吗 嗯 这确实是碧水剑 不过啊 她已经不是娘的了 娘把她送给我了 哦 不过说真的 这一次啊 还真的要感谢小林子 我每天练剑给她看 所以我的剑法进步得特别快 娘子会把碧水剑送给我 原来啊 你都跟林师弟在一块 难怪没时间过来看我 哪有 大师哥 大师哥 你陪我练几招吗 我看看 碧水剑下的玉女十九世 到底有多厉害 好吧 那我就使出倾城派 于沧海的松丰剑法 来给你卫招吧 虽然这个于沧海啊 是个混蛋 不过这个剑法呢 还挺高招的 你可要小心接着 没问题 来 大师哥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 居然用手来接我的玉女十九世 你还没学会嘛 等你学会之后 我想接也接不了了 啊 好大的口气 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约你侠的厉害 要是吃亏了 你可别找我爹娘去哭哦 放马过来吧 看见 你这招用的 应该不是玉女十九世 我 你还是来 想要是 不要 我 那我们看 好了 你的 我 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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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剑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不是故意 小师妹 小师妹 我怎么这么糊涂 看他使出辟邪剑法 竟起了妒忌的面头 我现在该怎么做呢